欢度耶诞节的小朋友都希望能够得到耶诞老人送来的心爱玩具 华裔的加州州众议员周本领 每年都会向各界募集玩具 今年也不例外 来帮助小朋友议员耶诞猛 用各种语言纷纷说出耶诞快乐 加上再歌再舞的可爱表演 小朋友们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而这场活动的重点也是为小孩子们目击玩具 用这些礼物温暖也淡积 我们这个Toy Drive今年是第四次了 我们过去都收了蛮多的玩具 玩具收了以后就送去一些non-profit机构 就是希望他们帮我们分出去有需要的孩子 节点不断的不同风格曲目 足足表演了25分钟 活动的组织者周本领当然要送上假奖状 而除了太过可爱 让一向亲和的周本领都有些不知所措的小朋友们 这一次的参会也要对为社区服务的善心人士加以表扬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机会很多人都不发现他们做的事 所以呢 但是呢 他们每一天都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来表扬他们一下 参会上周本领也介绍了由他起草 周长签字通过的13项法案 其中包括医院及选举机构要为华人提供语言服务等 一切的努力都是要为华人打造更舒适的环境 让小朋友们能走向更好的明天 Merry Christmas 东森新闻李宗耀唐梦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